在这边买了一样东西 大概两个星期前 今天终于收到 是用油谷派的 这个寄出的国家 在纳桃园 我没试过和纳桃园有任何 这是油谷派 很老实 是卖东西 有任何责任 通常都是责任 就算了 这边就是有泡沫 纳桃园 这个是 当然 非常紧慎 因为 包了泡沫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Daisy系列 今天还有一个 很稳定 因为它后面是一支 Pierce 是一支针 这支针如果有什么 损伤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你去看这个 就分分钟会 加热 加热的时候会 加热的糖池 都不太好 enamel就是用这些粉 灑在金属表面 然后用高温加热 它就会变成 好像这些效果 基本上 都是很耐用的 记忆里面 有没有见过这种糖池的用品 这些水盆 或者浴缸 或者浪口中 以前是有糖池 在表面 它可以被你水浸 或者平时找东西散去 都没问题 但是 就不可以跌落地 或者冲击 你一撞击它之后 它就会有一块表层的糖池 就会脱出 这样就会开始生手 这个就是糖池的特性 那这个呢 这里有Hallmark 那这一对呢 就是George Janssen 这位就是George Janssen 我一向都觉得George Janssen的珠宝 是好像很爱怨 那不知道 那个vibe好像一样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原来他结果三次分 他三个太太 都是死了的 那有一个呢 还要在西班牙流感死的 哎呀 其实这种糖池 其实因为现在 现在这世界呢 就不用糖池粉的 我不知道这个 应该是enormal 就是把糖池粉呢 就撒在这些格格的地方上面 然后呢 拿去焗 就是又是中国人叫的 烧青 就是好像景泰藍 但是呢 它的颜色呢 未必一定出来 是你预期的效果 所以的wastage 是很高的 在立陶苑那么远水路寄来 我那对耳环花了400元左右 和新的一样 那是不是真的好划呢 希望你喜欢这个video 请你给个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谢